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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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又突然之間變成什麼用都沒有 我來的時候我特別住在那個鄉下的地方 真的很鄉村的地方 那裡全部是土人的地方 所以我更加覺得 跟以前我的生活的方式 和現在是完全不同 我來了美國的夏威夷三年 哭了三年 我覺得現在人生很苦 直到我八九年我認識耶穌 我都很開心會相信 但是信完之後我就沒有去教會 有時候人家叫我拜偶像我又去 身邊又認識到一些朋友 差不多每個星期我們都在家裡有派對 就是常常派對喝酒 就是以為喝完酒就很開心 我覺得又不是 喝完酒大家的朋友走了之後 心靈又很空虛 可能小屋不滿足我 我就搬了一間大屋一點 那本人大屋一點 我又覺得很空虛 這些都對我來說 都是很空虛 都沒有滿足到我的心 後來我跟一個朋友合作做生意 做生意那時候真的是失敗 第一次的生意失敗 我覺得最主要是因為 我和對方的朋友都不認識神 就是小小問題的時候 變成大家都很執著 就是不會去包容 什麼都撐到行 那我要去賣這個餐棍 那時候是很難賣那間餐棍 就是生意不是那麼好 這些所有的偶像我都拜過 都沒有辦法幫到我 我那時候的心境是去到的階段就是 家裡我又不想要了 子女又不想要了 老公又不想要了 什麼都不想要那種 已經去到很低落的感覺 生意又沒有了 朋友又沒有了 還有身邊的朋友 突然之間 個個都沒有了 就是覺得人生 真是對低谷的 突然之間我就會想起 我以前信的神 耶穌的神 那時候我才正式 從來都不會祈禱 雖然以前信了 但沒有祈禱過 但那時候我就會祈禱 那時候真是悔改 就是求神要幫我們 很奇妙 當我們祈禱之後 神就會派犬 真的有人來看我們的店 看我們的店 真是我們用了多少錢 他就用多少錢來幫我們買 在當時的環境是沒有可能有這個 沒有可能有這個事情會發生 就是這麼奇妙 當Judy肯切悔改 誠心祈禱之後 果然就有人出現 說要買他們的店 而且還願意出一個 令Judy不需要虧本的好價錢 不過正所謂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草繩 Judy經過一次生意失敗之後 本來就再沒有打算要搞生意 但是在2003年 他再次開了一間拉麵店 到底是甚麼因素 會令他東山再起 重出江湖 我開這裏是因為我和一個拍檔 Kent開了 失敗過第一次生意的時候 我是不再想做生意 但是偶然機會 Kent說要做這裏 我跟神說 神如果是出於你的 就是你給個指示我 給個指引我 如果不是我不會去 但是我又再經過祈禱 神很多時候應驗了給我們 如果不相信的人 就說你這麼迷信 但是我們的神是很真實 其實我很感恩這裏 開這裏的時候 因為很多地方做拉麵都不行 我們開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這裏神不行 但是我們因為有神 我知道我們不是靠人 是靠神 但是我們這間餐館 我們三個月就歸本 所以我絕對是知道神的祝福 相識並非偶然 Judy是Kent以前的舊員工 由於Kent想找個幫得他手的人 看著這盤生意 他就想起Judy 為人老實 有責任心 可以信得過 於是就邀請Judy加入 一起合作 搞這間拉麵店 但是在他們的心裏 這些都不是巧合 而是神早已安排的 2001至2002年之間 我還有幾間餐館 有茶餐廳 還有一些拉麵店 自己就分身不下 一個人做不到這麼多 要找一個人幫忙 看著這間餐廳 我就想起Judy 我和Kent拍檔 這裏是第一間 由這間開始 一直神就這樣 開一條路給我們去 一直來都不是我想要去做 這間也不是我要的 是神安排好的 一個中國人在夏威夷開拉麵店 其實一點都不容易 競爭也不少 因為夏威夷的人口 大約有百多萬 百人就佔了三分之一 其餘大多數是來自亞洲各地區 而日本人在夏威夷 就是最多的亞洲少數民族 估計也佔了人口的三分之一 可以想像日本餐飲業在當地 是多麼競爭激烈 能夠做拉麵拉出好成績 甚至得獎 實在是難能可貴 但是Kent和Judy 並沒有因此而驕傲 反而認為這些一切都是神的祝福 他們除了在日本拉麵 有驕人成績之外 2008年 Kent的另一間意大利餐廳 也得到一個令人振奮的獎項 我記得在2003年 日本有一個雜誌 一個記者來到夏威夷 想找最好的拉麵 他找了五間 夏威夷比較出名的 我們其中一間 他試完之後 打給我 你們是最好的 最好的拉麵 我很開心 因為我是一個中國人 我全部請了中國廚師 中國的試驗生 我沒有掩飾到我是日本人 或者什麼都是 是中國人做日本拉麵 我們拿了最佳拉麵之後 我都覺得很開心 因為其他幾間都是日本人去安門的 之後記者來訪問我 原來你是中國人 原來你是中國人 其實我們感謝神 因為我們這些餐館 也不是做得很好 也不是做得很好 但是我們都拿到獎 日本的行業來說 我們也不是正宗 但是真正的日本人來到這裡 試過這麼多餐館 都是說我們這裡的好吃 所以這些如果不是神給我們 我們絕對沒有金物 所以我們真的將這個榮耀歸避神 另外一個獎是 剛剛我最近三月 三月份我開了兩間意大利餐 一向我自己都很喜歡吃意大利餐 我喜歡去的一些意大利粉 還有一種環境 所以我試一下去開意大利餐 從找地點 找店舖 到開的時候 我覺得都是神的安排 很多是出奇的順利 很多人都很喜歡吃意大利餐 2008年3月我開了第一間意大利餐 2008年7月我又開第二間意大利餐 其中一間拿到一個獎 那個獎對我來說很重要 因為那個獎不是分屬獎 那個雜誌是很有權威性的餐飲雜誌 算了我們是the best new restaurant 最佳的新餐廳獎 我覺得做了一些成績出來 我覺得挺開心 因為也是中國人開意大利餐 所以我覺得 神賞賞了很多東西給我 在我心中 在我心中 有數不盡感恩 來情血給我聽上恩主 願見此尊養 主人的保護命 感激你 誰伴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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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幾何時Judy自以為了不起 她傲慢的態度並得不到人心 後來當她真正領悟到神愛的真體 在愛裡要有包容的時候 她就仿然大悟 明白到管理員工的態度 應該是以愛、以禮、以誠 就好像神愛世人一樣 開第一間的時候 我覺得生意又好 我覺得自己又OK 人生意又好 人又越來越驕傲 我覺得因為我在這裡 生意才這麼好 初初開張都很多問題 有些員工又不聽話 做事又不聽 有時候又不上班 初初我是用我 操自己的聰明和智慧器管 所以第一年的時候 我真的流了很多眼淚 我真的心很傷心 很傷心 我做了一年之後 我瘦了25磅 身邊Ken會開第二、第三間的時候 那時候我才不可以了 要醒來 慢慢認識神之後 就覺得不是 員工要彼此 彼此尊重 我感覺到天父那種愛 那種包容 明白到人與人之間 要懂得怎樣溝通 不是要罵他們 不是要這樣 慢慢我更認識神的時候 我就會放下我自己 我會跟他說 如果我做錯的事 我會跟他說 對不起 不斷地開神 不斷地破碎我 不是你聰明 是我給你 對 我之所以今天 因為神給我 不是因為我厲害 不是我好 以前我不是這樣想 當一個人熱好的時候 很驕傲 我在這裡為他打工 朱迪對職工很體貼 很關心 我們是在教會認識的 他教我怎麼信主 怎麼去打告 教我很多東西 工作上如果我緊張的時候 剛來的時候 英文也不是太好 對這些東西也不熟悉的時候 他就一點點教我 讓我別著急 慢慢來 別的職工也都很喜歡住店 他對我們員工 要求不是太高的 總之搞定了 這樣就可以了 最重要是不要被人投訴 他不會去 動一點就會去說你的老闆 就算你做錯 他不會罵 他會說 即是跟你說幾句 他不會是一開口就罵 在這裡和他做事 做了一年半左右 他多好 他老闆就 因為Julie常去職工 所以我知道他是紀律徒 在我裡面看 我也覺得他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 人是沒有完美 我自己也不是完美 我沒有期望他們是完美 只是他們可以盡責做到的工作 我已經很開心 本來Ken也是一個無神論者 但受到Julie的邀請 一起回教會 Ken就慢慢開始認識主耶穌基督 她的人生觀有所改變 儘管神真的有很多方面都很祝福他 當Ken遇到挫折 退喪的時候 他又如何去理解這些難過的時刻呢 有一次他叫我去 我們不如一起去聽聽聽 純粹第一次是很呼險 但去久了 了解了我們的真神 所以我們開始受勢 開始正式成為了紀律徒 信主我 其實我沒有什麼要求 主耶穌基督 我沒有要求對祂給我一些什麼 只不過是我以感恩的心理 所以我覺得這個主對我很好 我們開第三間sumo ramen的時候 剛剛洗完禮 剛剛我順了主了 我去洗禮 洗完禮第二天 我有一間新餐廳要開 幫忙搬廚房的工具 在搬的過程中 我在車裡 整個車就掉了下來 斷了一隻手 整隻手斷了 三隻骨 就掉了一隻骨 我的骨是最重要的 幸好沒事 在家裡兩個禮拜 什麼都做不到 我跟神說 神呀你怎麼搞錯 剛剛洗完禮 你這樣玩我 就馬上碰斷了手 其實回心想回一層 因為那時候 工作量已經超過了 那個人很緊張 如果你再這樣做下去 你可能有你的反效果 那我在這兩個禮拜 在家裡就盡量 我那時候沒有說 放棄了神對神 沒有信心 我更加堅定些 那兩個禮拜內 我休息 還有看看聖經 所以我覺得 每段時間都有困難的時間 但是呢 你過了一段時間 你就會 你就會 比較順利 我記得第一次開 第一間 Sumo Ramen 第一間餐廳 有些日本人來吃 知道你都不是日本人開的 然後來一碗麵 嗯 這些都不是日本的Ramen 不是日本拉麵 我跟他說 因為這裡是夏威夷 我們的湯是 跟隨日本人的湯底來做法 那麵 你所有去開 哪間拉麵 都是用這隻麵 基本上沒有分別 但他心理上是覺得 你不是日本人 所以你就 不懂得做日本麵 那麵 最初覺得 嗯 這些人都是看人 不是看食物 所以第一次 有些 有些 不開心 很多時候 很多壓力的時候 你不會跟員工說 有時候你不會跟家庭的人說 但我有主意之後 我會祈禱 我會跟他說 我今天有什麽困難 希望主意 我解決和安排 那變成 我們把自己的壓力 放下了 那你盡力之後 你個人會舒服些 我未上主之前 我也有三間餐廳 那 什麽都是 我自己想的東西 是對的 那你出來的效果 都不是一定好 這間餐廳 代表成功 或者 一定 很多人來 喜歡吃這些東西 那我試過一間 港式茶餐廳 我擺了很多心機 一天十幾個小時下去 到最後 下來都要 都要賣了去 因爲 所以 如果 我們 有個神 我們 心中有神 我覺得你 盡力之後 你交給神 神 自然會安排 你 你有幾多間 是他安排 不是說 你自己 要很努力 去做幾多間 就有幾多間 很多人聰明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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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開的餐館 一樣很多 都不是很成功 我見到很多都是很聰明的 說話很聰明的 很多頭腦 但是一間又一間 一間失敗 至終最後都可以做回打工 但是 我由一個 不懂做餐館的人 可以 做到現在 有七間餐館 我覺得是 上帝的安排 如果 你沒有神的恩典 你根本 這些都做不到 現在信得住之後 你將多餘的時間 可以交低 那 變成了 那 在美國現在 這個金融方法 最大的打擊 當然是 餐館 和 那些 但是我們 今年 我們的生意 都沒有少過 還比去年 有少許增長 我這些是神的祝福 那 生意 現在來說 當然是 影響比較大 影響比較貴 現在金融 經濟這麼差 但是 我有信心 一定 將來一定會不會好 更欠我手 與直方 但也不孤單 平白地是貢行 夏威夷迷人的景色 令人心曠神異 但是也有隱藏的危機 令人憂慮 因為這裡火山處處 隨時都有火山爆發的可能 在你我的人生路上 同樣都有類似的情況 當一切順利的時候 心情會特別舒暢 但是當遇到困難的時候 心裡就好像火山爆發一樣 惶恐不安 其實種種一切 早已經在神的掌握裡面 只是人類實在太渺小 所以摸不通 看不透 人生漫漫長路 周不時都會遇到起起跌跌的時候 既然所有一切都是神的安排 在神的計劃之中 那為什麼我們不用一個平常心 加上感恩的態度 去面對每一個處境呢 我不要覺得自己聰明 我覺得一切都是神安排 主要有時候我們有感恩的心 即有時候自己 你不可以控制到的東西 但是神可以控制到 Ken和Judy開餐館 其實要面對很多外在的困難 但是他們的內心仍然充滿平安喜樂 從拉麵拉出很多感恩的滋味 因為他們知道 只要萬事交託給他們所信的神 耶穌基督 神就會牽引他們的路 如果你都想擁有一個 像Ken和Judy平安的心 請你馬上聯絡恩與熱線 讓我們可以和你進一步分享 基督教信仰 願神恥福你 麵大約是煮兩至三分鐘 就可以了 現在我用肉碎和芽菜 再加上湯 煮出來的湯 味道很濃 OK 那我們就行了 然後把湯 倒進大碗裡 裡面有一點味道 我們倒進去 OK 剛剛好一個部分 剛剛好 兩分鐘 好了 放進去 這個人將兩台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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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